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蔡徐坤 确实 她的人气不是闹着玩 而这些数据每天都在持续增长中 其实从参加偶像练习生 受到大家关注以来 蔡徐坤的人气就一直居高不下 当时即便是不看节目的路人 都知道蔡徐坤这个名字 原因无非以下几点 年值高 这就不多说了 业务能力也高 舞台上很有魅力 更重要的是 她和粉丝之间有着不用多说的默契 用追星女孩的话来说就是 蔡徐坤和IKUN粉丝名阿昆 永远都是双箭头 蔡徐坤 我的生活 除了梦想就是IKUN参加偶像练习生的时候 比赛其实很激烈 问她支持下来的理由是什么 她说 一是我喜欢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IKUN们一直都陪着我 是的 IKUN对蔡徐坤而言是实陈挂在嘴边的存在 表白的话都是日常 或是常发微博说 想你们了 也会在舞台上跟IKUN敞开心扉 说自己很想保护好他们 但偶连总决赛的时候 橘子军也在现场 在知道自己第一的名次后 蔡徐坤首先感谢了粉丝 用略带哭腔的声音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一票一票把我给投上来 陪伴她过来的都知道其中的不易 从心动亚洲到偶像恋习生 从一个人孤聚问战 到身后千万人的支持 所以 蔡徐坤很宠自己身后的这群粉丝 包里时刻带着粉丝写的信 而且每封信都会认真读 生日直播 粉丝问她有收到礼物吗 蔡徐坤说 你们陪我聊天就是我的生日礼物啊 天天向上节目中 让她给怀里的狗狗起名字 大家都在喊IKUN 她说 不能叫爱官 你们是小猫咪 除脑经级转弯好她 15天 打一个字 她说 就她们永远都不会这样子的 你底是胖 这个爱豆 是真的很圈粉了 快把表白 干了重庆森林的台词 你听说过一群女人吗 她们的名字叫IKUN 我跟她们这些 近的时候距离只有0.01公分 57个小时之后 我决定我丢了她们一辈子 之前踩她的时候 问她喜欢160的女孩子 还是170的 她说 只要是IKUN就行 橘子军现场一抹羡慕的一抹微笑 蔡徐坤还说过 不管粉丝送什么 我都会喜欢 是的 没错了 第一期偶恋中她穿的是粉丝送的鱼网衫 59元包邮 而她自己的私服外套是1000刀 有够宠的了 为了不让粉丝担心 手受伤了还藏起来 认真创作录歌 都是为了毁坏粉丝 私下这么努力的却练 也是为了给IKUN更好看的舞台 其实大家可能会说 终分的爱到多的是 但蔡徐坤会让人觉得 她把IKUN真正化到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她也知道粉丝的辛苦 我知道 你们都付出了很多 有的其实比我还要辛苦 还要累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好好的加油 也希望你们不要太累 你说这样的爱到 怎么没有一群全新为她的粉丝呢 当然IKUN也为蔡徐坤做到了最好 IKUN想把最好的都给蔡徐坤 粉丝应援 是能让偶像最直观感受到爱意的形式 当然 演唱会举灯牌 为其大喊都是饭圈基本 只是这块蔡徐坤迷政局见得比较厉害 哦 害羞的坤坤快点喝口水压压惊 8月2月是蔡徐坤的生日 IKUN从很早就开始准备这次的应援了 有意义又有爱意 蔡徐坤从还没进入公众视野开始 就喜欢做公益 关注自闭儿童 IKUN便跟她一起 以偶像知名没有听力障碍的儿童 进行十个月的看付费捐赠 这样 起码有一位孩子 因为蔡徐坤又能听见世界的希望 然后IKUN还以爱之名 人分修建了山路 叫爱坤路 这条路将于8月2月蔡徐坤生日当天竣工 历史27天 直接受益23户99人 还有爱心音乐教室和爱心图书馆 而对坤坤个人的应援 IKUN也是极尽宠爱 早前 蔡徐坤说过最想去的地方 就是马尔代夫 所以 IKUN便承包了马尔代夫40个岛屿上 所有的六星级酒店 每个房间里都摆放一份精心制作的蔡徐坤 安利手册和小礼物 还在美国 韩国等国家 承包了大屏应援 国内就不用说了 近身的LED更多 只要你的城市有大屏 就有蔡徐坤 真的是要将它安利给全世界的气势啊 请不吝点赞订阅